今天要帶大家去看東京十大夜景 首先我們要登上東京鐵塔 GO 東京鐵塔的展望台人票是900元 我們現在到展望台人來看夜景吧 這邊的地板很模糊 可以直接看到樓下耶 時代的Sunshine City 60樓也是適合看夜景的地方 展望台的門票1200元日幣 這個小區塊是看夜景的最佳景點 這邊夜景的每一扇窗的都有很多很有趣的互動小設計 接下來看夜景的地方是新宿租廳 在欣賞夜景的同時也可以逛逛紀念品店 因為這邊的室內有開燈 所以會造成玻璃上有反光 那如果要拍出好的照片 或是像偉人一樣 把手機貼在玻璃上面比較好 接下來在PART開夜景 YOUYOUBAR這裡是屬於比較高一點點的消費 那在這裡除了可以欣賞夜景之外 還可以聽聽爵士樂 另外這裡同時也是愛情不用翻譯的拍攝地點 好 這次的十大夜景有什麼不一樣的特色呢 我這次從夜景網站挑出十個知名的景點 然後分成免費的 然後要付錢上觀景台的秘境 Hotel Lounge Bar 這裡是溪流的KARETA 這邊除了有一半的都市夜景之外 在我的胸邊還可以看到台場的海景 這裡是冰松亭站的世炮大樓 這邊能分票是一張620日圓 這層樓呢360度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夜景 而且還有位置讓你做得滿滿欣賞喔 我們來到溪流的KARETA HOTEL 在KARETA這邊喝個下午茶 然後等到晚上看夜景 也是一種不同的玩法 我們已經等到晚上囉 可以看到現在的景色跟剛剛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接下來帶大家去晚之內大樓35樓 這裡是晚之內大樓35樓的夜景 那這裡除了是免費的之外呢 它平常人也不會太多 可以上來這邊看一下 這裡是ABIS GARDEN PLACE TOWER 我們現在要去TOP OFABIS看夜景 這邊的觀景台雖然比其他地方小一點 不過景色不會順便其他地方 接下來是6本部的HILLS 買的門票1800元 除了可以看夜景之外 還可以在深美術館看展覽 現在到了52樓的展望台囉 來看夜景吧 這裡的特色就是多加500元 就可以到位於270公尺的屋頂開放空間喔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東京十達夜景 下次來玩的時候看看你可以征服幾個吧 我是偉恩 我是包婆 大家下次見 掰掰 不是飛行機 再講一語聲 是很自信